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 那么不得不成啊,最近这段时间的AI这个风潮真的是越不正形容越鬼越凶啊 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刷的一些新闻啊,公众号啊,看到的一些帖子啊都跟AI有关 这个一些底层的化石确实已经被市场替代了,确实看到有这样的事情 在我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我要分享AI绘图,融入我们视频当中的一些可能性和一些创意 其实现在AI创作可以在视频方面融入和创作的方向已经很多了 我已经不知道选哪个选题了,真的我都觉得都想做 要深入研究或者要讲的东西还蛮多的 所以说我想了想,还不如就地来说就地取材 这两天有什么收获就跟大家分享什么 和之前一样,我们尽量在同一个起跑线或者是我在零跑线的位置 跟大家一同学习,一同分享,一同成长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更有趣,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 并不是说我把学习成果拿出来给大家以后好像总感觉我在teach别人眼 我没有说是要教谁谁做什么,我们可以更多的在一起交流 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也更好,那么更新的快一些 而不是你积攒一堆有成型的东西再拿出来 OK,那么这就是原因了 所以欧阳就打算从这一期以后再来一些小的AI绘图的一些小教程 一些小心得,能够融入视频方面的一些小创意 这样的一个小系列,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么说到这之后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现在在市面上的AI绘图相关的这些产品都有哪些 大体的来看呢,最有代表性的就那么四个吧 那么这当中大部分呢,其实都不适合我们使用 因为都是外网,大家知道我们访问网络是有障碍的 所以其实大家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一般是看不到太多相关这些产品的一些教程和视频 那我们也大概来罗列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XGPT是一个公司的旗下的不同的产品 那么它叫Daily2 第二个呢就是去年比较火的叫什么 是Navo2还是 好像现在升级到2了吧,我也记不清吧 因为那个我就当时大概了解了一下 它的模型主要会图出来的感觉都是二次元的 所以说当时很多小朋友呢,去玩那个东西 去生成很多二次元的图片,生成很多理会啊这样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MateJunior 大家可能也聊到这个AI绘画的时候 多少人会听过这个MateJunior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也是一个线上的产品 但是它是基于我们之后说的一个软件的一个框架 基于那个框架之上呢 一个团队把它进行了完全的整合以及打包 同时训练了自己独有的一个绘图模型 把它呢,坚定到了一个社交软件之上 如果你经常去国外玩耍的话 就会知道Disco这样一个社交软件的吧 那它就是把这一个程序呢,结合到了Disco上 那在整个的社交软件上呢 它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存在 你可以给机器人发送指令 告诉他你要生成图片 同时呢,这个机器人接收到以后 会在后台服务器预算 把预算好的图片再发回来 这样的一个跟社交软件媒体结合的 那这些呢,都是不方便我们去直接使用和访问的 但是也是在国际互联网上有很大影响力的AI绘图线上产品 那么之后呢,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听到和了解到的 能本地部署的一个,不能说是程序 应该是开源的一个项目 那么它的全称叫Stable Diffusion 它就是可以把这样的框架 这样的程序直接下载到我们本地来进行一个部署 同时呢,我们可以本地训练 本地出图,进行很DIY的一些网考 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内呢,用户用的是最多的 有足够的可玩性 所以说我们之后呢,了解的就是这个Stable Diffusion 从这里我们开始 可能在最早之前呢,它还是属于GitHub的一个开源项目 当然至今也是 只是说我们所有的安装方式都是需要学会配置本地环境的 如果你要是做IT的,或者做代码方面,程序员方面的 可能对这个很熟悉 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很多新人朋友就对这个环境呢有些懵 不知道怎么配这环境 不过现在已经好了 国内有一些大佬了 已经把它的开源程序打包好环境的一些本地配置 所以说你只需要下载它的整合包 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上手来运行这样的程序了 那么我觉得到了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开始这样的工作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在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第一期的AI绘画的一个旅程 来开启我们在AI绘图领域的第一个小技巧 卡片连钞 OK,我们在安装之前呢 先要确认一下我们的配置需求 它毕竟是基于显卡运算的 所以对显卡的要求比较高 这里主要体现是在显存上 经过很多人的测试呢 20系和30系的表现不错 如果10系的话呢 还是要看显存 像我是10系的就比较费劲了 但是我的显存在10系是比较大的 是到了6G了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4G的话呢 可能有些费劲 如果小于4G的话呢 训练肯定是没细啊 我们只能出图 如果要是A卡和苹果系统的框架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解决方法 但是呢 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其实这个安装现在已经很智能化了 我就直接推荐国内做这个比较早的一些大佬打包的一些合集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连接啊 就是我一个网盘的连接 这个是描手汉化的 集合了秋叶的一个启动器的连接 那么它已经集成了所有的这个这个安装环境了 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配置环境了啊 下载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直接解压就可以 比较方便灵活的 我们挪过来 解压完以后 我们要找一个相对大点的地方 因为以后呢 我们可能需要会安装很多模型 在一个大的盘里面 我们解压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 嗯 它的文件结构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启动器 我们直接点击启动器来进行一个运行就行 那么同时除了启动器以外 我们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 分了一些不同版本的运行程序 这下面啊 有这个仅使用CPU的 那这个是我不建议的啊 除非你没有显卡啊 极显就算是很强劲的CPU 它运算速度也是远远不及这个显卡的啊 那之后就是4到6G的显存啊 运行这个或者是6到8G的显存运行这个 那么我是6G的 我可以运行6到8G的 或者是8G以上呢 现在比较大的大显存 比如说12G之类的啊 那么在这个启动器里主要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启动器里来 随时的更新的版本和一些插件啊 此外还有一些模型的好处 点击版本管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这个版本呢 已经是落后了一个版本 有更新的版本了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安装啊 点击安装来安装一个新的版本 全新的版本 我们实时的更新一下 在下面有一个拓展管理 就是之后安装的一些插件 这里我们直接刷新列表 或者一键更新 直接一键更新 我们就把它更新掉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退回到原先的版本啊 切换版本 现在提示更新成功啊 也更新完毕 这里有个模型管理啊 这一部分是我安装的模型 下面呢是一部分是网上大家分享的模型 其实我用的不多 之后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常用的模型网站 那么最后呢 点击高级选项 这里有直接可以启动啊 一键启动 或者是直接第一个选项 一键启动就可以 但是这个高级选项 我们可以选一些配置 那其实也没什么可以选的 这边我们可以选一下显存 其实选的显存不一样的话 它启动的这个程序 也就是我们所刚才看到的这个地方 它所运行的这些程序就不一样 它是每一个选项对应了不同的程序 最后呢 我们为了方便呢 可以直接勾选这个 启动完毕后自动打开浏览器 它就打开我们这个软件的界面了 我们直接点击一键启动就可以 那么在启动了以后呢 这个控制台 它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 一段时间的运行 耐心等待就行 因为第一次运行 可能会下载很多相关联的插件文件 或者是更新内容等等等等 那么在运行完毕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现在已经开始运行了 那么给了我们一个网址网页 那么这个网址网页会自动的弹开 因为我们刚才勾选了 刚才那个命令了 如果没有自动弹开的话 没有这个网页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复制这个地址 打开我们任意一个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输入我们一个本地的地址 那么它一样就会把这个 可视化界面加载进来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WebUI 就是我们在网页端的一个 用户交互界面的一个程序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后台不用关 它相当于后台 我们把它缩小掉放到旁边就可以 简单的说一下它的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左上角这里有个切换模型 像这个集成包 它会给我们自带一个Anything V4的这样一个 主要是生成于二次元模型 之后我们会下载 各种各样的模型 你喜欢的模型 放到我们的模型文件夹 在这里就可以去切换 然后右边呢 是有一个叫VAE的一个 也是一个小模型 相当于后期的微调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那么主要的界面 就是第一个文文转图片 对吧 文字生图的一个功能 整个界面都是围要这个功能来做 那么第二个界面就是图生图 就是image to image 我们常用的主要的功能就这两个 那其次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 主要参数的一个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设置很多 其实呢是针对每个页面的 比如说图像啊 比如说路径啊 可以看到 或者针对某一个插件进行设置 那这个我们说到相应的地方 再去做一些相应的设置啊 然后我们切回文本转图片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接载了 默认的anything 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go 是吧 go 那么直接点击右边的生成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生成 一张图片了 在后台可以看到 我们的生成卡的进度 同样在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运算的一个进度 现在都是用默认 让它随机生成一个女孩的图片 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可以调节的参数 可以看到我们默认之 生成这个女孩很灰很糊 对不对 那这就需要我们后期进行很多的调教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设置啊 第一个采样方法 就我们进行这个图片的运算 用的是哪些采样器 那这里常用的就是默认的第一个 它比较快 快速预览图片的时候 成图的时候呢 可以先用第一个 如果我们想生成好质量的呢 可以选择下面的这个DPM++ 这三个都可以试一下 不同的模型 可能在不同的采样器上 它都有一个权重问题 我们都可以试 也可以通过模型的一个介绍来进行了解 那下面是部数 部数就是我们绘画 其实说白了 简单的比喻呢 就是你让这个机器运算的时长而已啊 你让它运算的时间越长 给它时间越多 它可能画的就越细嘛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但是呢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 它就有个边境效应 你再往上加的话 它的提升 质量提升就不太明显了 那么这里常给的一个参数是 20是最常规的一个中质量 那么如果要好一点的质量呢 就是大家常用的 就是278到30 收完这个以后 我们再往下 可以看到有面部修复 如果是人物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是要勾选它 对人物的一个面部 是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 那么后面 Tilling啊 应该就是 也不能说无缝品图 应该是说循环边吧 如果我们做一些 有规律的方格啊 或者是树叶啊 它的背景是比较重复的话 我们可以勾选这个循环边 那就让它的背景在融合的时候呢 这个边界不是特明显 可以融合在一起啊 有一个很规律的排序循环的感觉 那么后面这个呢 就是一个超分啊 我们简单就超分辨率 可以把我们这个图呢 再进行进一步的放大 那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啊 因为它是属于第二次处理 后期处理的一个功能了 之前用的那个视频软件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下面呢 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宽高比了 当然了 你的像素计算的越多呢 运算速度就越慢 通常默认一下512来就可以 如果你有特殊的比例呢 比如说横屏的16比9的 这么一个宽幅 就是432的768 我们现在再来运算一下 可以看到它这个屏幕 是一个竖着的16比9 想横着我们就把这两个数字 倒掉过来啊 那么后面这个生成图片 和生成图片的批次啊 我们缩小一点点 可以看到它这是个批次 和单一生成 也就是说我们渲染这一次吧 算是一批生成几张图 下面呢 是我们要让它渲染几批 比如说第一个是4 那么它一次呢 会帮我们运算出四个图 那么下面我来的2 它会连续运算两次 走到头以后再从头走 我通常就是最多4张 因为我的显卡也有限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性生成数量 和生成几批 这么一个关系 再下面就是描述作品 对我们生成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这里啊 我们现在只是打了个go 我们给它来一个红色的头发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让它的影响变低的话 我所有的描述 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呢 那就可能会掺杂它机器 自己更多的一个随机参数 我们这个描述权重的相对来说 它就降低了 比如说这里我们给到5 看一看这个运算效果 之前我们在生成图片 一批生成几张这里选择了4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给我们生成了4张图片啊 有一个拼图 还有单个图形 它都是一个红色头发的女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权重调高一些呢 它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再把这个权重调到10 那么这样呢 就会产生更多的变化 这里我们就一张图 然后让它算的快点 算到20的部数 我们想看历史的图片呢 可以看到下边这里 有个文件夹的样式 我们点开以后 它就把我们这个图片的文件夹打开了 我们可以打开今天所生成的一些图片 我们来对比一下 生成的这张图 和之前的这几张图的区别 那么可以看到 它对于红色来说就更敏感 之前呢 对于红色来说没有那么敏感 甚至到之前你会看头发灰 对吧 最后这一张呢 它对于红色 甚至旁边的花呢 它也是红色 它就对于我们这个词汇呢 就更敏感 对它的权重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说当我们在运算一些 不同的样式的时候 可以稍微微调一下 那么当这个数值呢 到了一定的边界以后 这个图呢 它就会有很大的一个 质量的一个下降 比如说到了 到了三左右的时候 这个图就会可能会崩了 高的话呢 高到15以后 高到20的时候 这个图片也会形成一个 不好的一个质量的情况 通常我们默认是7左右 5到10 我们都可以随意的去调更改它的样式 接下来就是随机种子 这个不用说了吧 就和我们AT做任何效果一样 每一个图片啊 每一个东西啊 机器生成 它都有个随机值的嘛 它其实并不是说随机生成 它是有个固定的数值 虽然这个图片啊 我们可以看下面 图像生成信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提示词啊 是什么 我们的步数是多少 以及我们用的采样器 可以看到随机种子 在这里是有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点击这个后面的这个绿色 这样一个按键 点击一下 它会显示当前图片的一个随机值 我们可以复制这个随机值 再生成一些其他的样式 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画风 或者是一个布局 或者是一个人物样式 它不会变太多了就啊 比如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随机种子 全种调到8 用同样的数字 随机数字来生成 那它的这个变化呢 影响到它变化方面的东西呢 就很少 因素呢就比较少了 那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和发型 还差不多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人物和发型 它的环境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当我们点击这个骰子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数字 就默认回到负一 就是不限制它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 图生图的方法和方案 那大家可能说 你这个图为什么出来这么灰啊 这么糊啊 首先呢来优化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有正向词和负向词 有人把这个叫Primit 提示词 有人呢叫Tag 其实都无所谓 我们只要知道是一个关键词就行啊 那么正向的就是说我们要什么 负向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什么 很简单很好理解 通常在SD里呢 现在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给它指定一个质量 那这就是我们算是一个起手式啊 我们给它一个质量 这个起手式 其实你在哪个图片里头 它都会有这样两个词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负面 那基本上也是对于低质量的一个否认啊 就是我们不要略智的 我们不要这个模糊的 对吧 我们不要头眼歪斜的等等等等 负面词 你可以写很多的啊 之后可以慢慢的去整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生成一张图片 来看一下 看到我们这个图片要比之前的这个线条和轮廓 就要好很多了啊 但是颜色呢 还是有些灰 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问题呢 其实是模型的问题 对于这个N4的模型呢 它其实是需要一个AVE的文件辅助的 其实我们安装的时候也有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后面这个按钮啊 刷新一下目录 我们可以找到这么一个NV4的一个 修补这个模型的一个 VAE的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相当于怎么说呢 就是后期的一个处理吧 可以说是微调调色等等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个画面的画风 它就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画面色彩的地步了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瑕疵啊 各方面的东西啊 其实这都是对于我们提示词的一个修饰了 那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需要丰富我们的提示词 其实对于机器来说 你给的东西越明白 越细致越好 那么之后呢 我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我对于这个提示词 以及生图的一些技巧啊 技巧方法 那么这一章最后呢 我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模型了 当然我们肯定是不局限这样一个模型的 修饰感应性的模型 我基本上没怎么用过啊 因为我对RXN的画风不太感兴趣 同时大家也知道 我主要用它的目的是为了视频的一个包装 所以说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会用到不一样的模型 首先呢 有一个网站 我会贴在下方告诉大家 我们这里来找一下 那么这个是现今很多人在用的一个模型网站 有很多各式各样风格的模型 那当然了 有一些我们并不能预览到的模型 那它可能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看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找一找相对我们想要找的模型 电影风格的 国风的 还有GT5的风格的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右上方来下载 大家也可以看到模型的体量都很大 它的体量越大呢 也意味着它的包含越广 你可以用这个模型生成的东西越广 比如说风景 人物 概念图 产品图 比如说房地产 就是楼盘图啊 那如果模型越小呢 它可能生成的目标更单一 只能生成美女 那我们说完这个以后可以看一看下面它用一些模型 生成了哪些图片 我们可以进行参考 看看它这个模型是否是我们想要的一些风格 最关键的是 每个图片呢 下面都有一个碳号 当我们点击这个碳号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模型生成的数据全部展示出来 其中包括正向词 反向词 采样器 步数是多少步 随机种子 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 其实理流场上可以复刻出来和它一模一样的一个图片的 比如说找到我已有的一个模型 我们找一下 这样一个模型 它的涵盖性很广 很全 什么都能出 可以看到它的风格呢 都不具一格 什么样的都有啊 有做人物的 有做动物的 有做这种艺术写真的啊 有做头像的 各种各样的 就找这个女孩这张图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下面这个三角来看一下它的所有的参数 那我们就可以copy它这个data 当然我们想详细看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也可以点击进来 在右侧呢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所有的信息 同时呢我们直接点击下方的copy它的这个数据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web UI 在这里我们直接要点击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箭头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刚才复具的所有的数据可以看到就全部进来了 但是可能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分辨率不一样 看一下它这个图的分辨率的话呢 直接拖拽它这个图到外面的一个浏览器 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它是768x1024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它输入一样的768x1024 基本上是一样的参数 我们来直接生成一下看一看 同样我们要知道这个vae文件有没有用 我们之前用的是anything这个vae 所以说现在的就一般现在的模型 这个vae内容 就是它的运算内容都会融合到主模型里面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所选的就是我们运算的主模型 这个我们现在有个概念 到我们这样设置以后我们继续点击一个生成 在它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一下对于模型的辨识 现在我们只讲主模型啊 因为我们第一步要用到的肯定更多的就是主模型 那么这个主模型呢我们要观察有一个点 就是它的这个type就是类型啊 必须是这个checkpoint 因为现在的模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模型的作用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就是主模型 我们只要看到是checkpoint这么一类 看到右上角是checkpoint对不对 像我们点击比如说像laura一些这样的模型 我们在这筛选一下比如筛选一下laura 那么这样的模型可以看到我们找一下啊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个laura这样一个模型 这种类型呢就不是我们的主模型啊 所以我们这一节主要讲的是主模型的程序的运行和主模型的切换和运用 对于一个模型我们点击了下载以后 下载下来以后呢我们要需要放到哪里呢 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这个diffusion的文件夹 在文件夹下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modem这个地方啊 modem在modem文件夹里呢我们再找到stablediffusion 这样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里安装的就全是我们所有的主模型了 当然了可以看到我这里有copy一个备份 其实它的子目录下面也可以放文件夹 文件夹里面也可以放主模型 所以我们可以建不同的文件夹分不同的类型 把不同的模型放到不同的文件夹里 有点绕啊就这么个道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这里是可以识别出模型目录下子文件夹下的模型 可以看到这里有copy对不对 OK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最后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它去算出来以后也并不特别的像 所以说这当中的一个变数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关系 比如说后台啊还有一些细节的设置都会影响到你出图的样式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反复的去调教 通过你的正向词反向词下面的权重各方面的东西来调教 同时对于主模型的介绍这里呢它也有一个tags 这些词都是可以激活它这个模型风格的一些重要的词汇 所以说不同的词汇我们要添加它不同的tag 比如说这里我们翻译成中文看一下 真实的可能就像是照片风格的像这种 这个呢可能就是第一个翻译问题是rendered 就是一个渲染效果3D视图的渲染效果 如果想要更风格油画一点或者是有动感一点 像这样有一些美漫的感觉呢对吧 有些风格感觉就可能用了一些电影的这样一个tags 所以说不同的风格我们会引用它不同的tags 如果这些tags你都没有引用 其实它这个模型的优势是没有发挥出来的 OK那么我们这一节简单的安装和运用案例就到这里了 其实后面呢更多好玩的呢就带大家慢慢去挖掘吧 那么下一期欧阳会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月来我的使用心得 比如说tag也好 比如说我们调校图片也好的一些小经验和技巧吧 那么如果通过这个视频你能开心的happy起来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支持欧阳一波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因为如果没有涉及到环境搭建呢 可能有一些酷你可能没有会有一些报错的问题 评论区留言我们一同来探讨 OK那我们下期再见